玻璃彩投奖终结16杠 在23号开出了6.19亿元的投奖 讲落彰化北斗的一间彩券行 一注独得 但是开奖之后 彩券行却出现了不少上门讨红包的民众 原来有谣言说 这名幸运得主先包了20万元给彩券行 要业者包红包发给民众 让彩券行真的是不声其扰 特别郑重澄清 目前得主还没有跟他们联络 要大家不要再乱传假消息 彰化北斗这间彩券行 23号开出威力彩投奖6.19亿元 业者说是开奖前有燕子飞进店里带了好运 接下来业绩也瞬间暴涨三倍 只是没想到人红是非多 困扰也跟着找上门 几乎天天有人来要红包 沾喜气 来都人问来说要是拿多少 没有那种事情 如果我拿我给你说没拿 我当然不行 当然就没有 谣言满天飞到底怎么一回事 原来是有人疯传中奖得主 救助北斗 虽然还没领奖 但为了答谢彩券行 先给了20万元打赏金 要业者发红包给民众 每天2万连续发10天 荒谬的假消息不仅影响生意 还有人要不到红包 反咬是彩券行暗扛 让店家无奈 这下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受害的苦主 还有附近的北斗电安宫 庙方在彩券行中奖隔天去盗贺 却被误会是投奖得主 引来民众向庙方要钱援助 说家里困苦 然后希望庙给他们一些经费 我有三四个 觉得很困扰是因为我们没有中 庙方哭笑不得 彩券行也被问到好凡 再次澄清 没收到红包 也没有要包红包吃红 民众别再受骗上当了 接下来我们正话 参照